接着我们来讲解110年国小教师检定数学能力测验教材教法第26题 题目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数学问题 小明到邮局买了5元邮票和12元邮票共10张 付了71元 问小明买了5元和12元邮票各几张 加以两位血统的解法如下 加12乘以10等120 120-71等于49 49除以7等于7 10-7等于3 以5乘以10等于50 71-50等于21 21除以7等于3 10-3等于7 它分别是1234 关于两位血统的解法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 假血统的1是假设买10张都是12元邮票 B. 假血统的2是如果全部买12元的邮票需多付49元 C. 以血统的3中的7是指5元和12元邮票的价差 D. 以血统适中的3是指3张5元邮票 这一题它的类别项度是数学教学与评量 它的主题领域是数语计算 这一题其实是一个基兔同龙的另外的一种变形 它评量的目标 但是评量学生能否判断学生的做法原因 其实我们知道基兔同龙的问题 不是最后把基几只兔几只算出来 而是它背后的想法 这一题也是 如果你要知道 例如说5元跟12元的邮票各几张 其实你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 那这里所列出来的假议 其实它背后的想法其实是非常类似的 它只是一个第一步骤里面 先把它全部都想成5元或是想成12元邮票 它们的差异 那之后它的每一个步骤都十分的对应 所以我们就会一起来讲解 那来说明这个题目 首先我们来看加以两个的第一次 这两个第一次其实都是先假定 某一种邮票都是那一种邮票 例如夹都是12元的邮票 以都是5元的邮票 所以它把如果都是12元邮票是多少呢 那就是12乘上10等120 那以都是5元的邮票 就是5元邮票乘以10张就是50 所以第一步骤都是先假设某一种 都是某一种邮票 它的金额 那这个里面如果我们来看的话 都会发现假其实是对的 那个假设假设10张都是12元邮票 那接着我们来进行第二个步骤 那第二个步骤呢 它都是算出说 那如果都是这个金额 理论上应该是要这些钱啊 那为什么它只付了71 所以它第二个步骤都必须要先把 它所假设后的邮票的钱 跟71所付的这个71价格的差距 差额是多少 所以它第二个步骤 一个是算出差49假 那乙是算出21 那我们来看的话 所以第二个步骤里面 它说去算出说 如果全部买12张需要多付多少 那的B当然也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第三步骤 它的第三步骤是来自说 那我们既然有算出这个差额 这个差额是来自哪里呢 当然这个差额主要是来自于 你一刚开始的过度假设嘛 你都假设它是12块 或都假设它是5块 这其实跟事实不吻合 所以它才会产生这个差价 所以产生的差价呢 我们必须要看 它是有几份 这个所要的差价来的 那这里的差价其实都是7 也就是12减5 那我们得到这个差价7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差额去处以这个差的单价 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多算了几份或是少算了几份 所以我们来看它这里选项西中 它说以学童三步骤中的7是指5元和12元油票的差价 那当然这个选项是正确的 那第三个选项 我们来稍微讲的细腻一点 就是说 首先它为什么要问以学童的三中的7呢 那当然是因为 当然两个给假两个给乙嘛 有个均衡感 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假学童它的算 对第三个算式里面 其实出现了两个7 所以如果我只问假学童三的7 那这会就会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就是它的差价 但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邮票的张数 所以它转问以学童 这也是非常合理的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这一点其实真正的解题的关键步骤 所以解题这题解出来 其实就已经是 这答案就已经算是完成了一大半了 它主要的要讲是说 产生差价的原因是来自于 原先假设邮票数过量 所以我们这个所差的倍数 其实是另外一个邮票的张数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假算出来 最后等号的右边7 跟以算出来等号的右边3 它其实都是在指 它没有假设的那一个邮票的张数 因为主要这个是你多算了 你求出来的东西就是你没有假设的那一个 所以这里面假中的等号右边的7 其实是指7张5元的邮票 所得到7其实是5元的邮票 那以所得到的3呢 等号右边的3其实是指12元的邮票 这是要小心的 最后第四个步骤呢 其实就是利用张数固定 求出原本假设的邮票的张数 那这个算是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就是总数是10张嘛 那你已经求出另外的7张或3张 然后一减就可以得到你没假设 你原本的假设的张数 所以在这个第四个步骤 我们可以知道 假算出来7是5元的邮票 3是12元的邮票 那1呢他因为先假设的是5元的邮票 所以他算出来3是12元的邮票 7就是5元的邮票 其实这个答案应该是要一致的啦 只是你先从12元 都是12元来做假设 或是都是5元来做假设 那其实第一的话这个选项 如果你其实可以知道整个的答案 你当然可以知道说 第一这个答案是错的 因为他这里算出来的3张 应该都是12元的邮票 那所以我们这一题 因为题目问的是何者错误 所以我们选项要选D